今天來到我們身邊的這一部Land Rover Rangelover Velar 名字有點長喔 那事實上大家也都蠻陌生的 Rangelover這個車系的全新世代車型 入門車價是309萬起 它的競爭對手都直接指向寶石捷的凱燕 Velar有一個非常大的賣點 就是它的外型 它的外型可以說非常漂亮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極簡式的設計 那包括一個貝殼式的引擎蓋 然後重新整合的LED頭燈 還有風潮式的水箱罩 然後加上它比較高的腰線跟比較垂直的線條 所以車身感覺整體非常簡潔 也難怪它可以在世界上獲得不少設計的獎項 車尾的部分也非常突出 長條形的LED尾燈辨識度也非常高 整體的感受非常的洗練 你只要解鎖 它的門把會自動往外伸出 方便你開啟 那你鎖上的時候它會自動縮回去 我們現在進入它的車室 可以發現一件事 它的車室幾乎沒有什麼實體的按鍵 旋鈕式的換檔設計 只有一個12.3吋的數位儀表 加上上下兩個10吋的螢幕 幾乎就包辦所有操作的功能 在下面這個螢幕有6個行車模式按鍵 你可以用這個轉盤 然後有賽道模式 然後省油模式 舒適模式 然後右邊這三個是 在越野的時候使用 有一個泥巴路 然後抓地力更差的 然後最右邊這一個就是 沙地 就是或者沙漠 像你要標殺的時候使用 那同時它也可以用觸控 直接操作 然後它也有空調的設置 還有一個下坡環向系統 可以用 那上面這個螢幕 有我們最常使用的導航 點進去 然後就像手機一樣 這樣收放 非常容易使用 然後它也有一些多媒體功能 還有這個像倒車攝影機 非常實用 Velar的後座空間其實非常寬敞 那座椅的角度設置 支撐性跟保護感也不錯 雖然椅背角度不可調 但是它角度的設置 躺下去其實還是非常舒服 窗框的高度設置的比較高 維持Landover越野車 居高臨下的這種安全感 那甚至你手可以放上面 感覺還蠻自在的 那頭頂還是腳步空間 那其實都蠻有的 它雖然保有很強悍的 四輪驅動的越野功能 但是呢 它更強調它的公路運動性能 那等一下我們就在不同的路況 試給大家看 全地形反應系統 它有多種越野模式 像這樣的草地啊 還有這樣的石頭路啊 其實你只要切換之後呢 它的電子差速所鎖上 然後油門 它就有一個低牽引力模式 不會讓你油門爆充 然後整個底盤的循跡性非常好 那大家可以感覺出現 我們在非常崎嶇的路面 其實車身的剛性也非常好 沒有任何指壓變形的聲音 然後現在在這樣的草地開起來 其實雲跡性也非常好 然後讓人開起來 非常有安全感 身為車系入門的話 那你開起來 並不會覺得它不夠力 其實表現真的不差啊 它非常的 拉轉速的時候感覺非常的順暢 然後呢 衝刺感啊 跟出力其實 也都還不錯 那這個變速箱反應也蠻快的 而且很平素 跟德國車那種很沉穩很扎實的感覺 完全不同 是一台定位非常獨特 然後讓人家感覺非常新鮮的車 這麼大跟這麼重的車身 其實 跑在讓多彎的彎道 它確實蠻輕快蠻俐落的 在一些比較凹凸的路面啊 低速的時候 它的那種輕微的彈跳感還是有 當然它並沒有把太多那種震動或不適感傳入車內 所以我希望它的懸念可以更Q一點 Range Rover是Jaga Land Rover Taiwan 台灣分公司首次成立以來第一款引進的主力車型 所以它的陣仗非常龐大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長長的規格表 主要是一個2.0四缸汽油渦輪 跟一個2.0四缸柴油渦輪 還有3.0 V6汽油的機械增壓 還有3.0的柴油 一共四款引擎為基礎 整整組合起來 車系高達12款 那我今天試駕的是最入門的P250 整個開下來的感覺 其實它的動力也有250匹 你不會覺得不夠用 日常的公路的行駛性其實非常好 你偶爾要稍微越野一下 它的循跡性啊安全感也都非常夠 剩下的就是市場對於這個品牌的認知程度 跟其他競爭對手的比較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這台車 因為它的定位很獨特 然後非常有氣質 簡單講我覺得它長得很好看 光這一點我覺得就會吸引不少買家